欢迎来到八度空间五间新闻的直播现场 我是陈家荣 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好友喝醉酒吵架 板木成仇 男子同死朋友 血染公欲 英国首相新冠病情加重转入家户病房 澳洲书记主教佩尔性侵儿童罪大翻盘 最高法院推翻有罪裁决 昔日同屋好友怀疑因为口舌之争引发了血腥命案 雪州一名应议青年 今天凌晨被人发现浑身浴血 躺在公寓的楼梯处 头部和景象有明显的伤痕 警方在六个小时内带过了一名一男子调查这期明案 许兰儿白沙罗达迈公寓的民众 今天凌晨1点20分揭发了这起命案 死者是25岁的技术人员普斯帕纳达 和家人同住在案发的四楼单位 案发之前死者曾经和嫌犯会面 并传出了争闹声 他的遗体已经送往马大医药中心解剖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发电302谋杀条文调查案件 暂时还没有揭露弱网者的详情 感染新冠肺炎的英国首相叶翰逊病情恶化 在入院治疗24小时后 现在转送到家户病房观察 《泰晤士报》报导 叶翰逊接受了供养治疗 但是首相发言人拒绝回应这个说法 官方的论调是 送入家户病房只是预防性措施 让首相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用到呼吸器 叶翰逊新期一午餐时间还在发推文 表示自己的精神很好 但是不久之后官方就证实他进入了深切治疗部 随着最近的发展 叶翰逊已经委托外交部长拉布 在有必要时带涉首相职务 叶翰逊除了过重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健康问题 有人就认为他应该好好地休息养病 而英国防务部长詹里克就指出 约翰逊在应对疫情期间非常勤力 十分操劳 如今被迫躺在病床上 应该会觉得很泄气 另外美国的疫情不见好转 全国每天出现了数以万计的新增病例 情况堪忧 总统特朗普警告 新增的病例在未来两个星期 会出现大规模的翻倍增长 特朗普认定 看瘟疾药物 抢绿魁能够有效地治疗新冠肺炎 但是最大的生产商 印度禁止有关的药物出口 惹怒了特朗普 特朗普动言不排除会报复印度 美国星期一新增一千一百五十宗 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使得全国死亡人数冲破一千人大关 同时出现三万宗新病例 累计三十三万六千人确诊 但实际情况可能更恶劣 因为美国的检测范围 一直被认为不够大 也不够广 不过总统特朗普 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 当局在全国范围 进行了一百七十九万次检疫 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而他预计 未来两个星期 新增病例出现大暴涨 针对英国首相约翰逊病情恶化 送入加护病房救治 同样是一国之首的特朗普依旧乐观 表明并不担心自身的情况 因为过去几天已经进行了 好几次的检疫 结果都平安无事 但让这名狂人总统样样不乐 反倒是人口大国印度 因为当地政府稍早前下令 禁止出口治疗疟疾的抢绿魁 而这药物正好是特朗普大力推荐 形容为抗议希望的药物 美国疫情不见好转 经济疲软陷入困境 特朗普指出 政府出台的薪资保障计划 单单在星期一 就有数以万计的小型企业申请援助 他相信在政府的大力支援下 就算全球可能掀起裁员潮 他也能保住将近两万人的饭碗 美国众议区纽约州 目前突破了13万宗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星期一再有599人丧命 为了压制疫情 纽约州长库默宣布 居家防疫令延长到4月底 违反市交距离的民众 最高罚款翻了一倍 增加到1000美元 目前纽约州累积13万万人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总死亡人数是4758人 确诊案例的增幅已经连续两天维持在百分之七 每天的死亡人数则徘徊在600人左右 库默星期一在抗疫例行记者会上表明 目前纽约的疫情趋向稳定 但是各界不敢掉以轻心 医疗体系依然承受极大的压力 不过至少有两个州属已经表明会伸出援手 借出呼吸器和其他的防护装备 呆在家中减少外出 看起来是防疫的最好措施 但是对于一些家庭来说 确实是灾难的开始 全球多个国家的家庭暴力案件 不由而同的飙升 单单是在美国洛杉矶 地方检控机构在上个周末 所接获的家庭暴力投报就增加了六成 因为疫情家庭暴力加害者和受害者 长时间待在同一屋檐下 这使得受害者面对肢体心灵 或经济霸凌的风险更高了 美国家庭暴力援助团体 就建议受害者不要哑忍 就算是违反限制令 也应该逃离求助 自杀团体也认为 这波疫情将显示出 美国家庭暴力案件的真正数目 政府应当检视政策 并改善资金不足的问题 除了美国 法国家庭暴力个案 一个星期就增加了32% 澳洲网络搜寻家庭暴力援助的流量 也增加了七成五 土耳其情况更为严重 女性被杀害的案件飙升 南非也出现了九万宗性别暴力投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球瘟疫肆虐 各国相继出台措施来救经济 欧洲经济火车头 德国星期一宣布 为中小型企业提供百分百信贷担保 美中的贷款额最高80万欧元 那相等于是376万令吉 来协助商家解决资金流动的问题 德国早前推出了信贷计划 不止只提供八到九成的担保 导致了银行拒绝为一些企业 来提供贷款 最终德国内阁一决 无限制援助计划 同时德国也会设立 6000亿欧元经济稳定基金 其中4000亿欧元作为企业债务担保 1000亿欧元为陷入危机的企业 提供直接贷款或债务担保 最后的1000亿欧元 作为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流动资金 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呼吁 当前疫情之下 欧盟面对了成立以来最大的考验 欧盟各国应该更加的团结 从经济危机中变得更强大 瘟疫期间 健康人士外出是否需要戴口罩 已经成为了东西方观念的冲突 一直坚持不用戴口罩的世界卫生组织 如今立场稍微的转变 认为在特定情况下 民众可以戴口罩出门防疫 但是也重申 单单靠口罩并无法全面的抗议 最近有越来越多国家 包括美国和新加坡考虑 甚至是已经建议民众 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以防止社区传染 唐德塞星期一在世卫总部召开记者会指出 大量使用三层外科口罩 会导致前线医护人员面临严峻的防护用品短缺问题 所以建议在医疗机构之外 只有生病的民众或照顾他们的人 才需要戴口罩避免散播病菌 至于有医学团队建议 以非洲作为疫苗试点 理由是当地的基础设施比较差 所以应对疫情的能力相对低落 唐德塞就炮轰 这是歧视性的言论 印度孟买平民窟达拉维人口拥挤 难以保持社交距离 恐怕会成为新冠肺炎传播的温床 稍后有详细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新闻的直播现场 封锁是大部分国家 应对新冠疫情的常见手段 但是成功与否 很大部分和基础建设有关 位于印度孟买 亚洲其中一个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 由于人口太多 房子过于拥挤 要执行社交距离非常困难 加上全区人共用公共浴室 让本应是消灭新冠病毒的场所 变成了传播的温床 虽然当地目前只有五个确诊病例 但是当地人担心 这只是个开端 日后将出现爆炸性增长 无权无视又无财的他们 只能够坐以待毙 达拉维贫民窟 2008年奥斯卡得奖作品 《贫民百万富翁》的拍摄地点 如今再次成为镜头下焦点 但这次不是励志故事 反而有种天命论的无奈 由于没有妥善规划 又为了收容更多的人 导致建筑繁杂又紧邻 人民只求有物瓦遮头 舍弃了卫生设施 必须出外共用 而这样的构造 在抵抗新冠肺炎疫情上 就已经吃了先天的闷亏 印度政府上个月颁布封锁令 要求人民待在家少出门 但这对于达拉维居民来说 根本就是做不到 因为这里每平方公里 就住了27万人 屋子与屋子之间的距离 就已经非常窄小 更何况出门买东西时 更是难坐到一米距离 尤其是那全民共用的公共浴室 单单是一个早上 就有80人要使用 原本的清洁圣地 变成了病毒传播温床 而这种染病的恐怖 正笼罩着整个达拉维 当局目前平密在平民库消毒 同时设立感染区 希望借此隔离病患和一般民众 同时把体育馆改建成隔离中心 并征用私人医院 收容新冠肺炎病患 但是社会大众对疾病的标签 和污名化正加大防疫的难度 患者因为担心被排挤 所以都不太愿意透露 和他亲密接触的人 这无疑让医疗团队 无法追踪疫情 看来印度政府除了要对抗病毒 更得应对民间的信心危机 而莫迪政府会如何处理 国际医疗界正在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瘟疫肆虐全球 除了抗疫前线的医疗物资短缺 和经济重创 世界各国的动物园也关门歇业 遭受巨大的损失 在没有门票收入的情况下 动物园还要承担动物 每天吃的肉类 蔬菜和水果等营运成本 抓紧见走 我国和哥伦比亚等国家的动物园 就纷纷向收回大众募款 并开放领养动物 在这个不平静的春天 看着动物懒泱泱的夺步觅食 但动物园的经营却抓紧见走 瘟疫当前 世界各地共同祭出禁阻令 限制民众活动 导致世界各国的动物园 不得不闭门歇业 不同于博物馆或艺术画廊 动物园还是要继续照料 大大小小的动物 哥伦比亚圣塔菲动物园为例 每个月要承担11万美元 大约48万令吉的营运费 照料4300只的动物 我们的部分 從星期開始 聖塔菲的動物園 透過社群媒體平台 展開募款行動 尋求社會大眾的資助 由於抗疫時期 交通運輸不方便 哥頓比亞的蔬菜與水果價格 暴漲四成 動物園在極力爭取下 不少糧食供應商承諾 不會漲價以外 也有不少非政府組織和餐廳 願意提供糧食 質疑另一座的動物園 卡利動物園 同樣面對零經濟收入 不得不向銀行申請貸款 確保250名員工薪資 以及2500隻的動物糧食供給 不會受到影響 在我國方面受到行動管制令的約束 也直接衝擊國家動物園的收入 在毫無門票收入的情況下 動物園被逼動用的儲備金 應付動物和員工日常開銷 不過只能維持三個月的運作 因此動物園廣邀民眾 捐款或領養動物 藉此維持運作 民眾可以參與國家動物園 領養我們的動物的活動 分為50令吉至500令吉的領養配套 領養者付款以後可以將證明發送到相關電郵 可以獲得電子證書 收據和動物園入場券等等的其他物品 透過聚少成多的方式 協助動物園渡過疫情難關 美國政府史無前例地制裁一個 白人至上主義組織 稍後我們有詳細報導 歡迎回來 澳洲書籍主教佩爾 兩年前性侵男童罪程判監六年 成為全球定罪的最高階天主教神職人員 震驚全球 不過案件出現了大逆轉 澳洲最高法院今天推翻了判決 裁定佩爾無罪釋放 現年78歲的佩爾被控在1996年12月 性侵兩名13歲的唱詩班男童 幾個月後還猥亵其中一人 在被判刑之後 辯方一直上訴 維多利亞州上訴庭維持陪審團判決之後 辯方將案件帶上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妻私推翻了有罪的裁決 佩爾在巴溫監獄服刑13個月之後 終於上訴得職 重複自由 辯方便宜 优优优独合 美国政府再次针对国际恐怖组织发动制裁令 但是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制裁一个白人至上主义组织 国务部指控这个组织为新纳粹分子提供军事训练 是瑞典多个恐怖袭击的幕后元凶 美国国务部反恐协调员沙勒斯星期宣布 把一个叫做俄罗斯皇家行动的组织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 正式制裁他的三名领袖和成员 宣称这是美国第一次制裁白人至上主义团体 显示了美国政府打恐决心 美国指控这个人数少没有国际庞大联系的组织 在召集欧洲和美国同类人 以发动袭击的行动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们为新纳粹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提供军事训练 在圣彼得堡的两个训练基地提供森林和城市袭击 战术武器和搏斗训练 美国指责这个组织训练的两名瑞典人 就是哥德堡多起恐怖袭击的幕后黑手 当中包括了炸毁一间咖啡厅和企图炸毁难民营 美国表明以任何实质支持援助这个组织的团体 无个人将面对各种惩罚 包括资产冻结和禁止出行 非美国人也可以受罚 中国湖北武汉解封进入倒数计时 城市逐渐恢复了生气 趁着解封之前 武汉部分的高楼在LED灯幕 闪出了英雄之城的字样和医护人员的动画图像 感谢前线人员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城市 新闻最后一起去看一看 我是陈家荣 感谢您收看五天新闻 祝您平安健康 我们再会了